一年一度的四海同春新春文艺会演将于当地时间1月25日晚26日晚在澳门文化中心上演 由广东南方歌舞团贵州大兴东杂技团和内地顶级艺术家们组成的四海同春赴港澳演出团 将为澳门观众呈现一台即歌舞杂技戏曲为一体的视听声演 四海同春赴香港澳门演出艺术团团长刘其称 今年的节目中杂技表演占一棒以上 不仅为大家带来美的享受 且结合歌舞做到歌舞中有杂技 杂技中有歌舞是最大的亮点 杂技代表人的极限的挑战 杂技代表就是完美的表现 除了我们能看到他美之外 看到力量的美之外 柔软的美之外 更能体会我们中国人这种志气和勇敢 所以这一点就是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一种象征 在彩排中记者看到 今年的杂技节目中有双人队伍 有多人群演 并创新性的加入歌舞元素 表演形式丰富多样 高难度的演出让人耳目一新 今年18岁的杂技演员甘雨佳 是第一次到澳门参加四海同春的演出 为了此次的表演 他要连续半年以上 每天进行七八个小时的排练 就一直练 差不多是八点 然后到中午十一点半 下午呢 是从两点半到六点 当然有啊 就像腰痛 这个是避免不了的 冬天 尤其活动腰 特别疼 就是喜欢在舞台上那种灯光照的感觉吧 希望能顺利完成 然后给大家一个好的 看 看到我们节目就开心嘛 和甘雨佳一样 第一次参加四海同春演出的 还有来自广东南方歌舞团的年轻舞蹈演员邢薇 这也是他第一次来澳门 很激动 然后也觉得很荣幸 能够代表团礼团部 然后从广州过来澳门来慰问 很荣幸 我们昨天下午到了澳门 然后直接进到酒店里 然后把东西放在那 然后带着服装就过来进入排练了 昨天排练到晚上十点半 然后回到酒店休息一下 今天继续我们很努力的为这台 想要奉献这台晚会 今年是内地女高音歌厂家吴碧霞 连续第二年随四海同春艺术 团赴港澳演出 他直言对此次演出非常期待 几次的演出中 他感受到澳门在文化发展方面 有很大的潜力 随着国家的不断壮大 应该让更多更好的中国作品 在世界更多更广传播 我作为一个文化人 也作为一名大学的教师 同时也是一名活跃在舞台上的演员 更能深切地感受到这种 文化前沿的这样一种动力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当 把更多更好的中国的文化 特别是具有历史的价值 同时能够凸显我们中华民族的 这样一种气质 和这样一种思想 深刻的思想内涵的作品 能够更多更广泛地 传播到世界各地 据了解 今年是四海同春系列活动 迈入第十一个年头 自2009年举办至今 以第九次来到澳门 每年都为澳门各界同胞 送上祖国新春佳节的 问候和关怀 被誉为澳门的春晚